山脱尔台风来袭为了避免遭受重大的损失 农民积极抢收农作物 县长许淑华及县议员林廷利 特别趁着台风前来到仁爱乡关心农民抢收的情况 县长许淑华表示 连续几次的风灾造成仁爱乡的损害 因此这次山脱尔来袭 特别到仁爱乡关心 县赋以及公所也已做好相关的准备 希望这次的风灾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主要呢因为像上一次我们接连两次 不管是今年的凯米台风 或者是去年的卡努台风 对我们仁爱乡的这个农作物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道路的受损就更不用讲了 那我们看到呢很多的农民朋友 把他们自己的心弦呢 一车一车的赶快的往外送 就是希望说这个长年来 我们这每一季的一个收成 都不要因为这个台风而泡水而泡汤 所以这次来我们就也特别来关心一下 农民的这个产业 我们也会随时的关心整个台风的动态来做调整 包括沿路上我看到 有很多的机具 现在都已经安置在各个路口 那万一如果有一些灾害发生的时候 就可以立即来进行抢通抢险 县员林婷利表示 因为卡努风灾的经历 乡民都不敢掉以轻心 不仅积极做好防灾准备 也积极抢收农作物 感谢徐县长到仁爱乡关心农民 并且积极进行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 面对我们去年卡努风灾造成的严重的伤害 我们仁爱乡都不敢掉以轻心 那在路况上面还有机具的配置上面 我们都非常的严正以待 那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话 那像去年卡努风灾的时候 造成我们农民很多的农特产品 那因为道路的中断 所以全部的运输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农民的损失非常的严重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特地来到现场 来关心一下农民采收的状况 那我们的现场也十分关心 我们仁爱乡的农民们 所以也特地来一起来 关心他们来市场一下 现况他们采收的情况 副医长排一圈肯定 现负积极防灾的用心 并提醒民众 面对天然灾害 应该防范于未然 才能够保障生命 以及财产的安全 记者 陈伟一 阮来乡采访报道